特斯拉侧边车辆由白变黑的情况下 你知道特斯拉会出现什么样的安全反应吗 这位粉丝在上班的路上就经常遇到这种情况 说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先来了解下特斯拉车主天天在用 但是却不一定知道的辅助驾驶功能开启条件 欢迎来到陈丰特斯拉硬核频道 这几个常见问题 看看有没有车主能回答出来 车速达到多少辅助驾驶才可以开启呢 为什么红绿灯停车时可以开启辅助驾驶 但是在特斯拉前面没有车辆的情况下 低速行驶就无法开启AP辅助驾驶 目前在国内特斯拉自动辅助驾驶 可以选择免费的AP和收费的EAP两种模式 这两种模式专业的名词叫做自动辅助转向和自动辅助导航驾驶 一起来看一下我对目前纯视觉辅助驾驶的识别测试 前面没有车辆的时候 在30时速以内是无法开启AP辅助驾驶的 但是时速超过30以后就可以直接开启辅助驾驶 这是前方没有车辆作为参照物的情况 如果前方有车 特斯拉低于30的时速包括零速红利灯停车时 都是可以开启辅助驾驶的 我们来总结一下 车速在30以内 前方必须有车辆作为参照物才可以开启辅助驾驶 车辆高于30时速时 开启辅助驾驶就不需要依赖参照物了 这种参照物的识别对于目前纯视觉的特斯拉安全非常重要 在旁边车道车辆加塞的情况下 纯视觉就可以很快的识别到它 并且判断它的行驶意图 车辆的识别颜色就从灰色变成了黑色 跟开启辅助驾驶时识别车辆的颜色保持一致 这时它就会替换前面的车辆作为主动驾驶和被动安全执行的参照物 所以在粉丝投稿给我时 也描述到在这次纯视觉升级后 对比之前毫米波加视觉的方案 同一个路段就突然增多了这种灵米度很高的预警来进行降速 特斯拉纯视觉这样对侧边车辆行驶动作的预判 像不像是我们员对于法典球时足球的路径判断 对于车内乘客来说 这种对周围车辆行驶的预判 算不算对车内人员的安全做出了提升呢 单纯的通过人类的双眼 几乎不可能做出这种预判 对于特斯拉来说 这种眼观360度的安全警报灵敏度提升 不是不报啊 一定是时候未到 你喜欢这种高灵敏度的安全配置 还是想回到过去体验加量又加价的毫米波雷达呢 或者说喜欢弹幕中这位网友的神评论 我来复述一下 弹幕里出现好多品牌 网友们真的在拿所有车企和一辆车进行比较 起现吧